好,那么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分析 如何从八字断职业,看职业 那我们今天继续讲一下 还是讲,我们说的老板有大小 所以呢,我们看 我们先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李嘉诚先生的八字 那么大家都知道 那么为什么他会有这么的财富 我们先不从东西上先不讲 我们从八字上 他有一些东西有一个稀奇相同 我们看,庚金三栅胃叶 三栅胃叶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胃叶 我们看,这里有土,有硬 所以这个钱是硬 所以这个八字也不算太弱 那么这个八字很简单 这个八字害毛胃 那么它有和木的成分 拱出一个毛木,有这个成分 那我们看,其实这个八字怎么样 庚金本来就需要火来炼 所以这个八字重点就在这个五火 五火又透出在这个关 所以这个八字怎么样 关硬相生 所以这个八字 关心是很旺的 为什么很旺呢 首先,这里有五火有庚 这里有一个位土里面 有以木来生 这里面又有丁火 所以我们知道官硬相生 这个八字可能启用成是财官 大家都知道 那么很简单 我们前面讲过 怎么样来看一个八字 那么我们知道 这种大企业家 和做官的 肯定有相似的地方 我们知道 就像世界叔父比尔盖茨一样 你说他可能甚至比很多国家领导人 找到哪里 我们知道可能都名气大受欢迎 所以就是说 因为他们都是 我们说都属于领导级别的人 大老板也属于领导 那么做官也属于领导 那么其实如果要去仔细看 还会有那么一点点区别 那当然也有下海去经商 也有像特罗普最好去做官 所以大家会发现 他们都是领导 他们有相同之处 他们的八字 在那个行业就是顶尖级的 所以我们看 那么这个八字我们看 他这个正观不在年上 大家会发现 凡是大领导委员很多都是怎么样 正观七杀在年上 但是他正观在十上 这是第一个 所以大家看 这个印对他来讲不是太好 他最好形容成是木火 所以印在年上 印又代表祖上 所以可以说这个人 所以他也是我们说的父亲 父亲他在十四五岁的时候 他爸爸就找掉了 所以就靠自己自力更生 所以八字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他的正观代表儿子得力 所以他儿子进入他的班 两个儿子就比较出息 所以当然今天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课文去分析 所以那么这个八字 所以官义相称 那么正观 我们说李嘉诚 做生意 正的大部分都是怎么样 都是做这个比较 比较说刚开始塑料花呀 房地产啊 码头啊 这种传组生意比较多 正观 正观 所以这个 那么这个人有印 各位大家知道 观又有印 前面讲到我那两个 就是上一集讲的那个 就是我的客户 在深圳开公司的 他有观 但是没有印 所以他呢 增加几千万 所以呢 那我们知道 李嘉诚先生 他有观又有印 各位 印代表什么 代表思想 我们说代表牟略 观印象征 那就非常的 对吧 如果有观无印 那么压力就非常大 做得不稳 所以我们说印什么 印是思想 这个我们说牟略 通过脑子去做事情 所以呢 其实用人 所以这个八字 而且理解大家看 甲物根 楚位 天一贵人 正观 丙丁 汉又 又是制作天一贵人 甲物 印也是甲物根 楚位 所以大家会发现 天一贵人就非常的多 所以天一贵人 我讲过 是古人为什么把天一贵人 放在前面 包括天一二德 它是非常加分的 非常贵气 那么大家看到 像这种八字 大家看一看 你看 它在晚年 为什么还那么火 我们知道 中国这十多年发展 确实快 自从马银 那阿里巴巴上司 那确实 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些企业家 确实在世界上低位高 但是大家想一想 在十几年前 大家去想一想 对吧 香港那底下 每一次排行榜 都是华人祝福 所以大家看看 它从63岁 到83岁 大家看 一路都是木火大银 如日中天 所以这个八字 就是要保护这个 五火 五火是金火的根 一定要保护它 它很重要 大家看到 楚武相川 对吧 楚武相川 刚好走在 它刚好我们说的 58岁 96年 刚好它58岁 那年是顶子年 大家看 紫武冲 紫武冲 然后楚武相川 里面的根 直接被冲了 所以那年 怎么样 男人的官代表 代表小孩 代表孩子 所以大家看 所以他儿子96年 被绑架 所以八字也是有信息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 他的八字 他为什么是企业家 额体如此之大 所以其实他有 很多信息会在里面 那我们再来看 这是我一个客户的 一个八字 那么这个八字 它是开工厂的 那么其实生意做的 也还是不算小 然后就是工作服啊 等等的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八字是 贵水 山寨卫业 那么海毛卫 半河城 木 那么石神又透出 这八字石神 那么这个八字 点击了什么 石神 笔尖 生石神 那么代表朋友 合作 笔尖代表朋友 合作 朋友都合作 去帮他 这个笔尖 这个笔尖不算坏 好的 因为由石杀来卸他 这个八字 大家看 它日主不忘 但是好就好在 大家看 有印 而且印 又和石杀合得比较严 这就很好 所以他八字是怎么样 典型的是石神 我们知道印 石神配印 就像我们说 山光配印一样 那么石神就来得温柔一点 那山光配印呢 我们的性格就来得刚烈一点 我们说的这个 那么这个八字 石杀 贵水 在胃业 它也不存在调和的问题 因为胃业 所以 而且这个八字还是很贵 是因为有水木的成分 就比较清秀 又是配印 印又在石杀 所以大家我们看 所以大家大家看 它走这几步 大家看 这个八字是 走火也是相当好 所以大家看到 所以这个八字 这几步也是相当好 所以大家看到 像这个八字 它为什么是开工厂 大家看到 这个八字就是典型的石杀 实际上就是靠自己的能力 靠自己的想法 去开工厂 所以这个八字 其实包括前面分析的很多八字 包括大家去分析很多名人 伟人 包括你们身边的朋友 企业家 开店的 等等 你去分析 真的有很多规律 它的格级大小 它不是让来的 所以当然这是一个你的 你的一个八字 其实在当地做的还是明显 还是可以 这个人也很讲诚信 所以这就是开工厂的一个八字 所以那么这两个八字一讲完了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会很明白 希望大家多去总结 多去拿你身边的案例 熟悉的人多去分析 那么我们下一集 我们继续 给大家一起看实验